今天回到藝康塔羅背後 今天就用一副新的黑白牌來的 跟大家算一算香港2023年第一季 究竟的走勢是怎樣的 我們應該要注意些什麼呢 先掀開它 我會先拿三張牌出來 然後再加多一張牌 拿完之後就把這個牌拿走 因為地方比較淺窄 最後拿多一張 我會先把這些牌拿開 就這樣拿來拿好 大早, 也很棒 在這時候看到這個牌子 很不錯, 變成力量牌 很不錯啊 很不錯啊 美金 Ubisoft 十三 Microsoft 最大部分很不錯啊 劍3 權杖1 綜合分析來說 香港的三四月應該會有一些大家不想承認的事情 不想面對的事情但沒辦法浮面 浮到出來 到時出來的現象其實是幾年前 種出來的一些東西 或是之前我們種出來的東西 忍無可忍之下發出來的一些現象 那是什麼呢 有可能是大家想避開 或是想拖得就拖的東西 那幾個月裡大家 有時候 當你二三四月 四月幾那期 大家有些準備 有些東西就不太好看 也可能令到香港有些蒙羞 但也沒辦法 我們種出來的因 到時的果就發出來 就要去接受 那 但是這兩個月 雖然新年之後 可能商業都會慢慢 pick up 但就不是旺季 但是香港人 2023年的確 在不安之中 的確在徬徨之中 也有那種 盡力一鋪的感覺 所以說了力量牌 也有那種 不會像以前那樣 一些很天真的期望 香港人2023年的確是變得的 的確是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 來對待同一件事件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 偏向於對於某些事的執著 或者某些事的看法 你都可以這麼說 也是看法了 所以其實有很多事情 大家都會照做 但也不會那麼去 賞心欲緊 但不是代表卸了 只不過他已經看通了這件事 懂得用另一種方法去做 那對於做商業的朋友來說 無疑是一件好事 即是說市場 大環境 未必是我們可以控制到的 但也都 有時候可能這幾年 徬徨 不知道怎樣去轉型 或者轉的中間 也都是 轉得來 效果又不好 那2023年 新年開頭 的確是有一個很好的 chance 一個timing 讓大家去嘗試去做一些 你新的做法 一些新的看法 也都不是硬堪硬的那種做法 前閉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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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嘗試一下 用這個 大家都比較陌生的 這個不是standard 塔羅牌裡面的一個圖像 就是一個女人捧著媽媽 拿著一堆東西 我想觀眾給大家 一起去嘗試 一起去看看 究竟你會看到 甚麼現象 在這裡 我先開始 我覺得 這個其實是一個 香港 其實會是 在3月裡面 會有一個 很大的負擔 你會看到整個trend 就是說 雖然你2月 是有一個新的看法 新的做法 也都知道怎樣做 但是 你 裡面的 你承受 你承受 其實 財政上 又或者是 你要很多責任 其實香港 到時應該有很多 首尾根 之女 前後後那些東西 會堆碎 所以你看到一個 我當媽媽 我媽媽在捧著 這個 小孩子 同時 他拿著這麼大的 負擔 我叫做負擔 那個擔子 其實很大 很辛苦 所以在香港 接下來 大家都會遇到 有一種這樣的 情況出現 再看回劍三 你看到 其實去到 頭一季 最後兩個月 裡面 其實香港 都嚴峻 你看到 擔子又大 對於過去 對於過去的擔子又大 對於過去 你所少少逃避的東西 你所不肯承認的東西 又開始浮面了 不得不承認 不得不要 被人拿上台 被人發現了 所以要看到 這幾個月 我猜大家都要準備好 所以為什麼第一個 力量牌這麼重要 你要知道一個 全新的做法 是可以應對到這些問題 我們剛剛 新年開始 給一個激勵一點 正面一點的想法 給大家 想好一個方法 去面對 接下來的挑戰 最後一張牌 就是 拳杖 其實我已經 一抽到 香港運勢時 拳杖牌 不斷在我的牌子 牌陣道出現 其實香港人 未失去鬥志 未躺平 香港人仍然有很大的 還有很大的 意志力 是很想去 將這個 逆轉 扭轉 其實香港人 都算是 打不死 算是挺硬的 雖然 雖然 雖然他的想法 做法 都沒有一個 百分百 贏硬必勝的 策略 但是 其實大家 心底裡 都不想這麼快 去應命 好了 我今天就 短而正地 將香港的 頭一季 跟大家去說了 大家喜歡的 可以訂閱和分享我 如果自己個人 個人來說 想有些 自己個人問題 或者事業上的問題 或者來流去向 感情問題 如果你想用塔羅 去問一問前景 可以歡迎聯絡我 我隨時在灣仔 會和大家 盡量幫大家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蠍子王 今天塔羅背後就短而正 下次如果你想我去 用塔羅去算什麼 可以PM我 可以和我去聯絡一下 或者跟我交流一下 都沒有問題 好了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新年快樂 拜拜